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跟你說 剛剛我這樣逛了一圈 超多新的魚 基本上可以說全部都是update過了 就是幾乎都是新的魚啦 沒有我們之前拍的 我個人覺得龍魚就是水竹缸裡面的一個 藝術品 因為它必須要時間 它要花時間去展現它的美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有點像在收藏古董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來請小鈴哥來幫我們介紹幾隻魚 我個人也不知道小鈴哥到底要幫我們介紹什麼品種的魚 待會我們就看小鈴哥 要帶著我們看什麼樣新的紅龍 或是新的其他的龍魚 但是我在這邊先看到一個 讓我很懷念的東西 我看到我覺得蠻感動的 我帶大家去看 欸 等一下 我 我跟你說我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有沒有看到嗎 超可愛的紅魚 因為其實基本上 如果大家都知道我的話 我們是從紅魚起家的啦 個人是從紅魚開始在接觸水竹的部分 很久沒有看到皇冠了 我看到有點 懷念的感覺 那還記得上次的主角嗎 這兩隻 百紅一號的爸媽 在這裡 那 這是 也是夫妻啊 不過這對夫妻有點不負責任啊 都會把蛋吃掉 我們現在就請小鈴哥來帶我們 看新的龍魚囉 走吧 好 好 那我們就請 很久不見的小鈴哥 來幫我們介紹今天第一個主角 欸 不過 老樣子 你也 好像二話沒跟我們記憶啦 對 太久了 所以還是要跟我們的觀眾說一下Hello啦 對不對 威樂圈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百紅水族的小鈴 非常感謝小鈴哥這次又給我們來玩 我們每次都來玩的啦 好 那其實我覺得這次剛剛我這樣繞了一圈 那小鈴哥這次的魚都全部更新過 對 大概都換了一輪了 沒有老人啊 對 我們今天就請小鈴哥來幫我們介紹我們現在身後這一隻 Bitton Bitton 亮面嗎 對 Bitton 的魚 Bitton 好 那是一個哪裡的品牌 就請小鈴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來 這一隻魚是Bitton Ray 然後我們特別有打Special Special的意思就是說 特挑的賽級個體 那Bitton他是住在印尼亞加達的一個算是華裔的華人 然後他從以前就一直有在做龍魚的買賣 台灣的市場 大陸的市場 新加坡的市場他都有去涉獵 那Bitton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他定期都會到坤店的上游 去搜尋一些比較特殊的個體 所以一般我們國內進來的Bitton Ray 他已經篩選過一輪 不是說一對種魚整批就進來 幾乎都是特挑的進來 所以Bitton Ray進到我們台灣 基本上的尺寸都會比較大一點 幾乎都超過25公分以上 那像小鈴身旁這一隻Bitton Ray Special進來的時候已經是35公分了 為什麼要進那麼大隻的魚 第一個35公分的龍的話 他的表現大概都已經出來了 你不用去跟他說 怕說小吃的看不懂 還是看不清楚 他該有的表現都出來了 這一隻在小鈴手頭上差不多是不到一年的魚啦 35公分到現在應該我記得是差不多半年多左右的魚 那他的特色我大概介紹一下 一樣是大三騎包圍 胸騎很寬闊 泳之又順暢 再來一個比較特殊的這一點 綠皮 他已經40公分左右 已經滿塞了 整個是滿塞的表現 我很少有遇到 魚說40公分就已經有滿塞的表現 然後如果靈底呈現出來 又是綠皮 然後肚子 磷框也都上色了 那這一條魚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就是他屬於很流線的一條魚 目前台灣的市場都喜歡 翹頭狂背的魚汁 但是那一種魚汁 基本上在印尼比賽的話 要得到的名次都不會太好 他們比賽評分的標準 身形的標準 反而是希望是比較流暢均勻的 而不是過度的誇張 像這一尾從頭到尾都是很平整 不會有太多誇張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胸騎的弧度 維持的很漂亮 滿塞 大三騎 肚子上色 這才叫做賽級的表現 很多有人在認為說 翹頭狂背 越粗壯越好 但是那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如果以放在評審的標準裡面 這一種魚要得名次的機會 反而是比較高的 手頭上我們有一些 印尼比賽參賽魚汁得獎的作品 照片 我們在看 幾乎都是屬於這種流暢體型的 得獎機會會比較高 當然相對的 有的人會覺得說 不夠壯 不夠出勇 但是那種東西 有時候 在他們評審的裁判 眼睛裡面 他們會過於覺得說那是過多的修飾 加分的東西了 所以我會認為說 像這種流暢體型的 以後應該是市場的一個主流 包括目前大陸那邊在玩魚 也都是以這種體型的為主 漸漸的那一些很誇張的個體 人家會認為說 太過於誇張的 太過於華麗的 反而會來追求這一些比較匀秤的東西 然後一條龍 為什麼它的單價會那麼高 很多客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沒辦法上去 塞蓋永遠就是缺一塊 不會變紅 但是我沒有看到你有側燈啊 還是我來的時候 你已經把它收掉了 側燈在烤的機率 我比較會傾向說 我這邊是比較不喜歡用側燈去烤 是 因為側燈烤魚會帶來兩種比較不好的狀況 第一個最明顯的就是釣魚的問題 那以我們店家來講 我希望說交到客人的手頭上 它是完整的 不要有瑕疵的部分 然後側燈在烤魚 真的很容易造成眼睛釣魚 而且有時候你側燈過度魚去烤的話 人家說會像炒灰大魚 真的會發現說 它的底色非常的深層 深層到這一種綠都不見了 那所以我不太建議用側燈去烤 那有些客人急著要讓它去表現紅度 我會建議適度 但是不是說一直點著 我覺得還是說它的基因有到這邊 你水質照顧得好 時間到它自然會呈現給你看 而且其實紅龍的部分啊 就我們玩大型魚 龍魚應該算大型魚吧 大型魚這麼久的時間以來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在玩時間的藝術品 對 對就是有點像在 怎麼講 慢慢的去培育它 酒越成越香的感覺 因為其實照小林哥這樣講 我覺得不合理的狀況是 我當然今天買了一隻那麼貴的紅龍 我當然也想要緊水 你懂為什麼 但是其實紅龍在小時候的時候 它是最不起眼的 有點類似青龍的 然後因為你看啊 如果是金頭的話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前陣子的金頭 不管是到底是不是正常的金頭 其實一來那個小指頭 哇靠那邊 金頭盔啊 那個看起來才耀眼 那其實紅龍的部分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用時間慢慢去品嘗的一種魚汁 對 它急不得 那它不是四個月的事情 它是四年的事情 四年甚至於拉到七八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像這種我覺得比較適合完整的玩家想要來賣 對 就是比如說小魚就是養成 嘿 有的人會欣賞這個變化的過程 對 有的客人他需要追求比較好品質 他又不想花時間去跟他賭 我就會建議說 你直接找這種牙城的層底 它不是勞 它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但是至少它的表現都出來了 我們不用跟它賭機率 所以為什麼我們進BITTO的魚 或者是其他廠商的魚 如果是喊到十幾萬的魚 進來幾乎都是超過三十五公分 因為看得出來它的未來性 那當然越小隻 你去跟它賭的機率就越高 那你既然要花到這麼多錢的話 我會建議 已經大概蛛絲馬跡都看得出來了 比較有保障 而且其實老實說 就我現在目前站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剛剛我攝影機 有沒有拍到它的綠皮 因為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你剛剛講綠皮 我說真的綠皮耶 因為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東西是很好玩的 很多 因為其實怎麼講 綠皮的紅龍 基本上我老實說啦 比較少見 數量不多 對 很多客人都會來問我 小林你有沒有綠皮辣椒 有沒有綠皮辣椒 我都會回他們一句 要綠皮辣椒 等到這一隻魚45公分以後 綠皮還有保留住 我才敢跟你們確定 它是綠皮辣椒 有的階段的魚汁 它在表現的時候 會有綠皮出現 會有藍底出現 但是往往到40幾公分以後 二次發射 它磷框整個吃進去 完全就看不到 那所以說 可以建議你想要 四牙紅龍的朋友 可以挑這種 已經成體了 表現都已經展現出來了 就比較不會有失誤的現象 而且其實剛剛有看到 有餵那個青蛙 對 也是很厲害的 青蛙我會建議說 在亞成龍之前的這個階段 可以多補充一些青蛙 因為青蛙對它的骨骼發展 比較有幫助 然後青蛙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你有時候要放 健胃整腸的藥 也可以塞在青蛙裡面 給它去吃 讓它去健胃整腸 直接塞在青蛙裡面 對 它整個咬下去 直接用口服的動作 但是要做這個動作之前 要特別注意 你的藥量要控制得好 對 你像一般的Wakamodo 可能就是對半 塞在青蛙裡面再去餵它 然後達到它健胃整腸的效果 比你整缸泡藥水 濁濁的要好很多 而且它是直接 進入體內直接吸收 效果會很好 你像我這邊也是習慣 可能差不多一個月 我就塞一次Wakamodo 丟青蛙 塞在青蛙裡面丟青蛙給它吃 達到一個健胃整腸的狀況 然後 龍魚它是有胃帶的 它跟人一樣 有時候 它會有胃不舒服的情形 那個是說就需要健胃整腸 尤其是現在很多 魚友都習慣暴力餵食 那一種的魚汁 要特別注意它腸胃道的問題 不然你會覺得 怎麼那麼會吃 突然它都不吃了 然後 層底 一般來講我判斷 幾乎都是腸胃道出現狀況 那遇到這種情形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停食個三天 讓它清腸胃 把腸胃道再顧得強壯一點 再來正常的投胃 然後 龍 千萬不要過腹餵食 跟人一樣 太胖了 很多會有三高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講這個不準 因為只要是魚 大家都喜歡餵 你懂為什麼 但是真的要 我都會很建議客人 大概七八分飽 那像 我覺得都已經聊到這個了 因為我們也時常在講說 它是觀賞魚 它不是食用魚 所以你不用一直去餵它 對不對 那你也不要管它 換肉率到底多高 你蛋白質到底要多高 我覺得適量就好 其實經驗分享 撐體型的階段 大概就是從 25公分到35公分這個階段 有撐起來就撐起來 沒有起來就是沒有起來 你後面再怎麼補 大概就是會肥 體高撐不起來 我覺得要順喜自然 不要講得那麼的直接 像最近你們台北 有沒有很冷 就是前陣子寒流 溫度其實都蠻低的 那你有換水嗎 一般來講的話 現在如果直接下自來水的話 溫度應該都在18度 17度左右 前陣子那個寒流 那時候會更低的時候 可以減少換水頻率越好 然後另外一個做法 譬如就是說少量多次換水 不要一次換那麼大量 然後 換水的時間 入水的速度越慢越好 甚至於有一些市售的 一些水質穩定劑 我會建議這個時候添加 真的不好不好 很多人都會說 水穩那個騙人的 其實廠商開發出來什麼東西 絕對有它的效果 只不過說使用的時機 我們自己飼養的人要去拿呢 那你像寒流 或者是說颱風做大水過後 原水濁度太高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輔助的這些水穩的東西 來讓融魚達到更安全的換水狀態 然後要記住一點 少量多次 比一次換很多要好 因為你把它換那麼多水 對它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你寧願每次少少的換 也不要一次給它換一半以上 越減少它的衝擊 它對環境的適應越好 它的狀況會維持得越好 其實換水沒有師傅啦 就越慢越好 對 越慢越好 但馬達不要關嘛 對 馬達盡量就是過濾還在跑 對 但是就是 像之前在教大家 因為我之前有出一集換水 就大概去看我換水的方式就好了 然後不要用染淚的方式 尤其在寒流的時候 最近寒流的時候 我自己換水看的話 大概有一次魚震盪 那魚會受不了 有沒有震盪到 你如果溶的話 大概它會反映出來的 可能是沉底 可能還是換完水 我自己有點緊張 然後我在寒流的時候換水 然後你會注意看 有的魚是換完水以後 它會跑到水面 突然開河很大 這個時候的處理方式 下水紋是一個方法 再來一個粗鹽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它用滲透鴉的方式 讓它舒緩 水紋下去也會比較舒緩 那如果說真的換水不當 造成這個原因 這個小年也提供一些經驗 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不要緊張 可能手頭上有粗鹽 或者有水紋 就趕快加下去 然後不要去打擾它 讓它去恢復 那燈要關嗎 燈的話盡量是關掉 讓它稍微靜養一下這個樣子 不要去打擾它 其實下粗鹽的方式 就是殺菌可能是比較少的 殺菌的話 我覺得 效果比較沒有像藥品那麼強 下鹽主要的功能是 舒緩 滲透壓改變 它身體會比較舒緩 這個是正確的觀念 所以不要說 遇到什麼餘生病就下鹽 你該下腰還是要 我這邊的習慣 我會去判斷它 是不是嚴重到一定要投藥 那如果只是稍微 好像人稍微感冒 你就多喝水 多休息 自然就好了 不用到看醫生 但是你如果已經嚴重到 連下床都沒辦法下床 那當然就沒辦法 那就不是多喝水 多休息可以解決的 所以你就像小林哥說的 覺得因為你買龍 基本上都是跟店家買 那有的人可能跟網路上的店家買 反正龍只要有問題 或是你覺得可能稍微 有狀況 你可能就要去詢問 對 我們還是建議說 你們如果覺得 這個狀況是你沒有遇過的 你會緊張 那我會建議 跟我們聯絡 我們會把我們遇到的經驗 跟大家去分享 你不要亂講 你的客人跟你聯絡 不是你的客人 你不能跟你聯絡 不然電話被打爆 你要我們把小林哥的電話放在下面 這個都是經驗分享 大概就是小林哥做一個分享 那畢竟換水的方式 如果真的覺得有問題 就停止動作 不要再亂搞 尤其是要特別注意一點 台風過後 原水濁度高的時候 那個時候換水要特別小心 寧願不換水 因為那個時候原水濁度太高 自來水的氯會加的劑量會更重 那氯對我們人的身體 是沒有太大的傷害 但是魚汁的話它會受不了 尤其是龍魚對一些化學藥 可能比較敏感 那像這麼冷的天氣 你還是加溫在28度 我比較習慣大概都27度 28度在飼養 因為我們去印尼 它那邊的溫度 都是這個溫度在飼養 除非就是說有疾病 或者是小龍 剛進來台灣 適應期的時候 我可能會拉到30 32度 那一般亞成龍以上 幾乎27度 28度在養都OK的 大概都沒有什麼狀況 大家想要簡單分享一下 一個經驗 然後也默默的講那麼久 然後待會我們小林哥 還要帶我們去看一下SUMOMO 對 我覺得滿便宜的 那個就是比較特殊體型的 對 那所以其實這隻BITTON BITTON BITTON 其實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品牌 我看你看很久了 而且這隻魚有火焰尾 是不是 它已經有那個火焰尾的跡象 綠皮跟火焰尾 就我看魚的經驗 就是比較 然後我們說高等的就好囉 就是比較少會去看到這種東西 對 對 比較少見一點 對 事實上能見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因為火焰尾 在我們頻道最出名的就是 雜哈亞 雜哈亞 嘿嘿嘿嘿 雜哈亞很多 雜哈亞就是照一照牌就火焰尾 但我其實我發現這隻也有火焰尾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反正這隻魚 我個人覺得紅度非常的飽滿 有到那個極速 然後如果說拍得詳細一點 像我現場看 它胸崎的根部是綠色的 待會我再試試看鏡頭 看特寫可不可以拍出來 胸崎第一是大虎 這邊的發射模式是綠色的 因為我們要更努力才能買得起單一 對 沒關係 我待會再努力看它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來去看它們的支出 好 好 OK 4 3 2 1 2 3 2 4